我提交了I-485以后,接下来有哪些步骤? 1.本文介绍提交I-485以后,一直到拿到绿卡的常见步骤,相关手续,和注意事项。 2.2020年11月的美国绿卡排期,尤其是职业移民,包括自主申请的杰出人才和国家利益豁免, 以及雇主支持的EB-1B,EB-1C和EB-2,EB-3Perm,绿卡,表B,A Filing Date的日期没有倒退, 营民局也宣布继续使用表B来接受I-485申请。 因此,能在今年10月提交I-485的人,在11月也可以继续准备和提交,不需要着急寄出。 3.I-485和I-765、I-131提交后,一般过两到四周会在信箱里收到USCIS邮寄的收据。 如果有律师并且填写了G-28表,那么律师也会收到。 最近因为提交I-485的人数较多,移民局寄出收据的速度会慢一些。 4.提交I-485以后一般在两个月后,会收到打指纹Biometrics的通知。 打指纹的时间会安排在此后几周的某一天,地点会在申请人住址附近的USCIS Support Center。 如果有必要,可以提前或者推迟去打指纹,也可以异地打指纹。 5.提交I-485和I-765、I-131以后,一般四个月左右可以收到EAD、AP、Combo Card。 EAD也称为公卡,可以用来为任何雇主工作,或者自雇、自己创业,也可以兼职为不止一家雇主工作,不需要工作签证。 AP也称为回美证,可以用来离开美国旅行并返回,不需要护照上面的签证。 6.申请人当然也可以再收到EAD、AP,以后先不使用。 一般来说,只有再使用了EAD来工作,又使用了AP,而不是护照上面未过期的签证来出入境美国。 以后,才会暂时失去尚未过期的签证身份,如H-1B、H-4、F-1等等,只保留AOS身份。 但是,即便这样,如果需要,比如因为某些原因,担心I-485不能批准,还可以继续申请,新办或延期签证身份如H-1B、O-1等等。 如果I-485因为某些原因被拒,只要届时停止使用基于I-485的EAD即可,一般没有其他影响。 7. EAD、AP、Combo Card一般一年有效,到期前可以延期,移民局目前不另外收费。 只要在基于I-485的EAD过期前及时提交延期申请,即使手头的EAD已经过期了,也可以继续用它来工作。 up to 180天,同时等待新的EAD批准。 8. 如果着急等待使用EAD来开始工作,或者着急使用AP做国际旅行,在申请提交以后,收到了I-765或者I-131的收据以后,可以和移民局联系,要求加快处理。 移民局会根据个人提供的理由和证据来相应处理。 9. 在绿卡批准以前,一般会安排一次在移民局办公室的面试,具体时间从提交I-485以后三个月到一年多都有可能。 关于面试的更多信息和详细经验,请参见我们律所的YouTube频道,搜索那位名和微信公众号,搜索美本美高留学指南。 10. 如果有必要,也可以要求推迟面试时间或者更换地点。 10. 提检可以在I-485申请,提交前完成,和I-485一起提交提检报告。 10. 也可以在I-485申请提交后,再收到移民局的相应通知以后,或者在面试时提交。 提检报告再提交到移民局时需要是在最近60天内完成的。 在提交了以后可以有两年有效。 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、日程和对排期的预计来决定在什么时候做提检。 提检医生可以在移民局网页 查询11. 如果曾经有违反移民法的记录,有其他复杂情况,或者曾经是党员等等,在提交I-485的时候,可以同时交一份statement说明情况,参见我们YouTube频道和微信公众号的相关详信内容。 如果有近亲是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,也可以考虑提交I-601豁免,可以在一开始提交,或者根据自己的情况,选择在收到RFE以后或者面试以后,或者被移民局要求时提交。 我们帮助许多客户解决了这些问题。 12. 如果申请提交后发现在表格内容,或者个人材料方面有填写错误的地方,不用着急,可以给USCIS发信更正,也可以考虑在面试时更改过来。 与事实保持一致比个人前后一致要更加重要。 我们有若干咳护士这样的,没有遇到问题。 13. 关于公众负担的I-944表,这是一个新的要求。 申请人要注意表格的宗旨,而不是过于关注细节。 一般来说,对于职业移民,有较好的学历和工作,收入和资产,处在工作年龄,没有依赖福利,那么这个表格不影响I-485批准。 对于亲属移民,如果在美国提供担保的亲属有足够的收入和资产,那么也不受影响。 对于已经退休的老人,比如成年美国公民的父母,一般已经不考虑在美国工作了,那么表格上的学历、工作技能、英语水平等等项,也就并不重要。 14. 如果在提交了I-485以后,又有新的I-140批准,或者要转变I-485的基础,比如从职业移民转为亲属移民,或者从EB-2转为EB-3或EB-1, 可以和USCIS联系,要求 15. 提交I-485申请以后,如果搬家需要提交AR-11表,可以在移民局网站 上面交。此外,为了避免邮寄中出问题,还可以考虑给移民局打电话,告知新的地址。 16. I-485申请如果因为程序原因,或者个人原因被拒,不要着急。根据被拒的原因,可以考虑提交Motion to reopen,或者Apple。 我们有若干客户是在这类Motion或Apple,以后获得批准的,也可以考虑重新提交I-485申请,并且提交更多材料说明情况,包括I-601。 我们也有若干客户是在被拒以后重新提交I-485获得批准的。 17. 目前情况下,I-485申请提交以后,一般需要至少半年多到一年才能批准。此外,I-485需要在A表,Final Action Date,排期排到以后才能批准。 因此,如果A表排期距离你的优先日期相差还比较远,那么,I-485提交以后,可能要两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批准。 孩子是否超零,超过21岁,也要根据A表排到的时间来决定。 但是,在计算是否超零时,此前的IE-40或者IE-30申请从提交到批准的时间,可以从孩子的实际年龄里面减去。 如果此前提交过移民签证申请,或者正在MVC,办例中,不管办到了什么程度,都不影响新提交I-485。 但是I-485只能在美国境内提交。 18.如果提交I-485时是单身,在I-485Pending期间结婚,那么,Pail在婚后也可以作为副申请人,提交I-485。 如果是职业移民Pail,这样的副申请人不算亲属移民申请。 如果在提交I-485时已经结婚,但是Pail和孩子因为各种原因,比如J1或免善未完成,或者人不在美国,等等,而暂不提交I-485。 那么,过后还可以提交I-485,只要届时排期没有倒退,或者移民局不再使用B表而A表又没有排到。 19.亲属移民类别中,绿卡持有人的Pail仍然不需要排期,与绿卡持有人结婚,有望在短期内拿到绿卡。 此外,对于职业移民,如果Pail出生在中国大陆和印度以外,那么,可以使用Pail的出生地,一般不需要排期,可以很快提交I-485。 20.我们帮助上千位中国申请人,取得了I-485和移民签证批准,包括从头开始准备的核再收到RFE、NLID,比如因为身份GAP问题、违法问题、未经需可工作问题、过去的党员身份问题、体检问题、出生公正结婚公正亲属关系证明。 在美国境外包括中国驻其他国家使馆注册结婚,是否被承认、被捕记录、雇佣关系证明、文件缺失等等,或者申请被拒议后联系我们的,包括在提交Motion以后获得批准的。 我们的服务除了为申请人准备各类表格,这些表格的版本时常更新,还会检查和增补申请材料。 在Cover Letter解释申请人的背景和一些特殊情况,解答申请人的各种问题,以及回复来自移民局的RFE、NLID要求补充材料和解释问题的通知,并且在面试前帮助准备。 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其他文章和视频录音,以及我们YouTube频道的视频内容。